我們今天聊的是 事實上這個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 現在肆虐全球 那義大利的死亡率 已經飆高到六個百分點 那義大利的死亡率飆高到六個百分點 統計數據上 他公告已經確診的超過一萬人 死亡人口631人 但是一個禮拜前的年代向前看 在三月四號錄影的節目播出當中 曾經整理過這一個表格 當時一個禮拜前在這裡 我們討論的死亡數字 那一個死亡率在義大利的部分是3點多% 那當時他的確診案例也是3000多人 那徐克強醫師 你當時也在節目現場 也不過是一個禮拜的發展時間 那義大利的醫療體系崩盤失控 所以他的確診飆高 而他的死亡率也跟著大幅的飆高了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就像 我們人類永遠對抗這種病毒都要看歷史 所以其實就在不久之前的歷史 就在中國我們也發現這個一開始 可能大家都不相信病毒會擴展得這麼快 或是甚至覺得這個好像不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一旦發現好像呼吸窘迫症病人變多了 或是年紀大的人變成呼吸窘迫症 好像跟原本的治療方式這樣子治療下去 好像不會治好 那才會去做這個檢驗 所以現在這一個禮拜 突然這個死亡率增加 或許跟這一些病人被檢驗確診有關係 那一旦這些病人 慢慢離世或是治好之後 如果他的檢驗量能變大 開始有人會擔心 我這樣咳嗽是不是要去採檢 然後採檢的 比較健康的人去採檢數量變多之後 或許分母變大之後 數據可能又會再緩和下來 但是在這個時候大家又會去想一件事情就是 會不會這個病毒被一些健康的代源者 帶來帶去帶來帶去 然後傳染很大 所以現在像很多的 不管是義大利或是美國 很多地方都採取 就是在家裡工作 或是你如果有一些問題的 你就待在家裡盡量不要出門 那大型活動盡量不要去 那尤其我們現在也知道 四個地方其實最危險 第一個就是大型活動場合 那第二個就是公布的疫區 對 醫院當然也是一個 還有就是盡量避免搭這個長途的飛機 因為搭長程飛機 我們常常有些號就是轉機點 你並不知道你再來join你的這個人 曾經去過哪些地方 那或許他就是所謂健康代源者 那所以盡量就少接觸這些地方 當然平常盡量多肥皂勤洗手 戴著口罩 我想我們在台灣應該都有這樣子的習慣 所以應該在台灣現在控制 還是非常理想 那許醫師我們觀察 上個禮拜這個時間點 我們做這一張圖版跟統計資料的時候 意大利的確診案例跟韓國差不多 但是意大利的死亡率已經開始飆高 那那個時候意大利的死亡率才3% 現在確診1萬人 死亡率已經拉高到6% 可是呢整個亞洲的疫情 短短一兩週內被意大利被歐洲超車 很大的原因是亞洲人習慣戴口罩 然後亞洲人已經理解到說 這個時間點保護好自己或者勤洗手 這每一個動作都有意義 因為這些動作既照顧了自己 也可能降低對他人的傷害跟風險 可是歐洲的習慣完全不戴口罩 或者不會像亞洲人這樣子大量的洗手 或者大量的這個降低這個公眾的活動 那事實上就看到疫情跟病毒 快速的惡化跟擴散 對 因為病毒本身它是不分人種 尤其是病毒我們很清楚看到它 對任何人種它的攻擊是一模一樣的 就有點像無差別的攻擊任何的人種 但是我們看到意大利有一個特性 我今天還特別查了歐盟 統計這意大利老年人口 也就是65歲以上人口 佔了大概22到23個percent 那這個其實算它老年人口特別高 那或許這也是它傳染之後 造成重症的病人比較高 因為我們看過去的一些資訊統計 這次病毒對於年紀比較大 然後你有一些高血壓糖尿病 就我們講的一些特殊 原本有的病的病人 會比較特別的嚴重 那這些病人會變成重症的 也特別嚴重 那我們現在看意大利 它因為這個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率的 平均的年紀有高達這81歲 那或許這也是造成它現在這一週 會從3%變6%的一個原因 因為你知道如果醫院裡面 突然多一個重症病人 那我需要的器材 醫護人力你需要的病室 一定是通通都給這些病人來使用 那整個對其他病人照護 或許就稍微降低一點點 那這些病人在照顧的過程中間 又可能會動用到更多的資源 那在資源不對等情況下 它有可能會造成死亡率的上升 就叫你死亡率的上升